前天晚上在台南发生一起三死二伤的重大车祸 其中8岁男童不幸罹难 20岁女童还没脱离险境 消息传回学校 女童的同学都希望她能早日康复 这张卡片是祝你早日康复 希望你可以赶快脱离危险 同学在卡片上写下祝福的话 希望女童快点回来上课 老师教学生哲指贺保佑女童赶快好起来 今天开始她就没有来班上 觉得很心痛 就希望她真的赶快好起来 老师说女童乖巧可爱 人缘很好 而且还时常会和老师撒娇令人疼爱 一想到她还在和死生疤喝非常不舍 感谢大家对这个事件的一个关注 那我们也积极强化孩子的生命教育 还有交通安全上面的教育 而另外一位同车的男童急救后回天乏术 就读的学校在招会时 校方以及师生一起为男童祈祷 希望她一路好走 也借机宣导交通安全的重要 开车不求快 开车真的是安全第一 那这是我们后续上面呢 我们会密切关注到每一个孩子 一起死亡车祸造成两个家庭的悲剧 师生都相当感慨 校方也希望车祸悲剧不要一再重演 让孩子都能平安长大 GTV新闻综合报导 GTV新闻组合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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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V新闻组合报导